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戒 欢迎回到八戒漫谈美国 现在是美西时间2021年3月1号周一 今天重点聊两个话题 第一个重点关注 在星期六正式表决通过的众议院版本的 1.9万元收购反 在今天周一正式递交给美国参议院 进入到参议院的立法历史议程 今天在参议院披露出来非常几个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相关消息 八戒给大家稍后做一个汇总总结 第二个方面聊一下美股经过前面两周 由于美国十年期国债 目前是突然跳涨至1.61% 另外一个方面 在昨天晚上大家也能从股指期货看到 昨天晚上股指期货已经是上涨了 超过1.5% 这也是涉及到目前十年期国债税率 在今天有一个稳步的回落 另外1.9万元收购反 正在路上很可能会在3月10号之前 获得正式表决通过 所以目前美国股指看上去 又是有一波强势反弹 正在路上 那么是不是能够站稳这样一个强势反弹的行情 八戒认为大家还要再继续多看几天 对于今天目前美股上面的行情 八戒稍微结合着美国十年期国债税率 未来的通胀预期 包括原油的价格和加密货币等等行情 给大家做一个综合性的分析 那么今天包括一些个股 特别是NIO蔚来汽车 今天也是在盘后 发布他们了最新的2020年第四季度财报 但是由于财报不及预期 盘后超跌5% 到底能不能抄底呢 未来汽车未来是如何表现的呢 八戒发表一点自己的个人看法 好我们这就进入正题 那么八戒也希望各位朋友们 能够先赞后看转发分享 如果有想支持八戒频道发展的 可以积极订阅八戒的油管会员视频 给八戒频道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好我们这就言归正传 首先来看今天周一来自美国蔡月 最新的消息 蔡月目前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他表示的 目前我们已经收到了 众议院通过的1.9万亿收获法 最新的表决版本 那么目前呢 在参议院目前来看呢 要进行修改 参议院目前来自民主党的参议员 和来自共和党的参议员 包括来自参议院的金融立法委员会相关的成员 已经表示到 目前不能够接受把每小时15美元 最低联邦薪水标准提高的这样一个条款呢 放在本次的和解议算程序当中 也就是说 目前如果想要通过简单多数票 通过本次的1.9万亿收获法案的话 是绝对不可以把最低薪水 从7.25上调至15美元 所以这样一个上调最低薪水的 实行的方案呢 很可能会在参议院 未来几天的表决程序当中 或者是未来的议师议程当中 进行删除掉 那么根据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查克舒默今天的最新时间 会从本周三开始进入参议院的立法议事议程当中 大家会逐步的逐条的审视 众议院版本的相关条款 那么今天可以得到一个确定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最低15美元 每小时的最低薪水呢 应该会被排除之外 那么如果目前根据这样一个条款呢 不能被纳入当中的话 那么就算参议院再进行相关的投票 并且是顺利表决之后呢 那么这样一个法案呢 也会继续的打回给美国众议院进行二次表决 因为两院的版本呢 必须要保持一致 才能够递交给美国总统拜登 进行签署为第三轮大规模纾困刺激法案 所以根据美国参议院的议事历程呢 目前最快的可能性呢 是在3月10号左右 目前参议院会通过这样一个参议院的立法版本 会删除掉最低薪水上调这15美元 然后会在3月11号或者是3月12号 递交给美国众议院进行再次表决 那么今天来自众议院目前的议长南希·佩洛西 他表示到众议院已经准备好 接受参议院版本的1.9万亿收工法 随时能够递还给美国众议院 那么南希·佩洛西表示 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进行重新的二次表决 以确保1.9万亿收工法 能够正式递交给拜登签字 能够保证目前美国的1000多万的失业人群 能够保证他们的失业金 能够继续的延长到2021年8月29号 而不进行任何的断档 任何的过期 或者是出现其他的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 那么今天的最新的这两个问题 巴基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首先后面大家就要看 未来在星期三在表决 或者是在意识当中 会不会真的往这条给它删除掉 另外大家就要看 3月10号能否顺利的表决完毕 那么以上就今天来自参议院 最新的相关消息面 巴基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那么第二个方面也是跟本条消息 非常非常相关的 如果没有1.9万亿收工法 在星期六目前顺利表决通过的话 那么今天美股很可能还是延续着上周缓慢下跌震荡下行的态势 那么今天三大股指是一改往日一蹶不振 单边下跌低开低走的行情 甚至有在上周那种一天早盘闪崩4% 那么今天我们首先来看美股的三大股指行情 首先今天SP500目前是收盘上涨 90.67涨幅2.38% 目前是报收占上了3900点 报收在3901点 目前道指收盘上涨 603点 涨幅1.95% 报收31535点 纳斯达克收盘上涨396点 目前涨幅3.01% 报收13588点 那么再来看一下其他资产的相关价格 首先是黄金 今天现后黄金继续跌破1950 目前是跌到了1720美元一盎司的下方 目前较日内高点回落近40美元 五年期美债税率目前下跌四个基点 目前报价在0.693% 十年期美债税率目前是报价在1.42% 比昨天晚上1.47% 是略微的上涨了15个基点 那么现在美元指数也是小幅攀升 目前是攀升在91.02 那么在加密货币方面 比特币今天报价上涨8% 目前涨幅超过3500美金 目前报价在48900美元 比前几天一度是跌到了45000美元之下 那样的一种随着大盘下跌的行情 比特币也是遭到了相互资产方面那些抛压 今天以太坊报价1542美金 上涨也是8% 大家可以看到 只要美股稍微有些风吹扫动 目前这些加密货币资产 也不会起到很好的避险效应 目前大家问的最多的就是在黄金资产这一块 为什么说现在通胀已经看到了 有一些略微抬头的行情 但是黄金来说不是一直是通胀的对手牌 应该是抵抗通胀的 但是黄金为何一直是从2100美金的高点 当时通胀还没有起来 但是黄金已经是达到了2100美元的高点 随着目前通胀有一些缓缓的抬头迹象 但是黄金的价格却是一蹶不振 从2100美金不断的下跌 已经是跌到了1720美元下方 那么未来黄金是不是会跌破1700 向着1650甚至是向着1550美元 这样的一个低点继续的靠近 巴基认为是非常大的可能性 因为为什么黄金 它不仅仅是通胀的对手盘 黄金更是一种债券 它是一种保值债券 并且是一种保值不会付你任何的利率的债券 它跟美国国债是非常呈现对手盘的行情 因为当通胀起来的时候 首先起来的就是美国十年期通胀预期和长端通胀 长端通胀预期只要起来的话 那么对应的美国五年期国债税率 十年期国债税率和三十年期国债税率 它肯定会从一月底那样的一个 百分之零点九几的一个低点 就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就拉涨到了百分之1.61 说明目前整个的国债交易这些交易员已经是在交易预期 大家有句话说的好 叫做买入预期卖出事实 那么大家在一月份的时候 很多的交易员就已经开始买入预期 买入什么预期 就是买入目前通胀抬头美国十年期国债 一定要跟随着目前通胀 在它的目前的实际利率上面 要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抬头迹象 目前民意利率虽然还是压制的非常非常低 只有百分之零到零点二五 但是目前美国十年期国债的实际税率 比当时的低点大概是在负的百分之1.5左右 目前已经是有一个明显的抬升 所以目前从美国国债十年期税率不断的攀升 那么黄金对应的就是美国十年期国债税率的对手盘 它既然也是一种债券 而且它是不付息的债券 那么为什么不买更加硬通货 而且在市场面流动性更加强劲的美国十年期国债 那么美债十年期国债实际税率 已经开始一个稳步的反弹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一月底的时候 交易员已经开始交易 在二月份或者是三月份 或者是在三月到四月 美国十年期国债税率很可能还会有一波短暂的拉升 现在十年期国债税率虽然是从1.61%是掉到了1.4% 但是很可能在未来一两个月 还会有一波随着通胀预期的反弹 还会继续拉升到1.6%以上 甚至在未来半年或者是在未来的五六个月 能够达到1.8%甚至达到2%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是美联储非常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黄金最喜欢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通胀预期目前是能够稳步的抬升 而美国民意的十年期国债税率 包括美国十年期税率都是趴在地板上 那么这样子的话 黄金才能够真正起到一个抵抗通胀的作用 那么现在十年期国债税率 包括它的实际和民意税率 很可能都会有一个稳步回升的这样一个条件 就不会对于黄金的自然价格有一个良好的支撑 那么黄金也会随着十年期美债税率不断的飙涨 它的价格会呈现不断的下跌的行情 这也是可以得到相互的印证 大家应该能够看到 只要在买入预期和卖出适时等等情况 能够如期兑现的情况之下 只有美债十年期税率能够在美联储 在它一个怎样的措辞能够得到真正的改变 比如说它会在明年或者是在明年年中 或者是在明年年底 正式的缩紧它的整个自然发表 而在未来开始正式的加息0.25% 那个时候开始 黄金的价格就有可能会见底回升 那么在短期美联储要进行调控的话 八戒认为从很多的消息面可以看到 美联储很可能会随着1.9万亿收购法 会进行长债跟短债的税率曲线进行平衡 有可能会进行短债方面的卖出 而进行长债方面的回购 那么也会造成整个长债税率 会出现一个稳波的下探 会回到在1.3%到1.4% 进行相互震荡 应该在短期之内 随着3月份FOMC的会议召开 那么很多的信息会逐渐得到披露 八戒要能看到 如果美联储有这样一个信息 进行明确的态度表现出来的话 那么美股在未来还能够得到一段时间的支撑 如果美联储不会有任何的这些表态信息 如果它没有进行长端税率 进行任何的曲线控制 或者是进行加大购买长端债券的话 那么美国国债价格会随着交易员交易预期的 这样的一个再通胀的预期 不停的进行交易的话 那么国债价格继续往下砸 那么国债税率继续往上跳 那么对于成长股很可能这波反弹 就会变成最后的逃命机会 就会变成昙花一现 那么这样一个成长股进行重新估值 应该也就是见在弦上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美联储在3月份 接下来3月4号美联储主席 坐镇华尔街日报 进行相关访谈 包括在3月中 3月十几号美联储的FOMC 正式的公开一期会议 有没有一些相互的表达 如果它的政策上面进行相互的调整的话 对于长债方面 税率曲线进行有一些相互的控制 购买长端债线的话 那么美国的整个股市 包括它的资产价格和房价 应该还会继续的上涨一波 好 那么以上就是八戒 对于长端和宏观方面 给大家做一点目前的行情分析 给大家目前解释了 为什么黄金目前 没有起到对抗通胀的一个良好的实际效果 因为黄金在这之前 在去年的三月份到六月份 大家已经看到整个买入预期 一亩黄金的预期 推高在2100美元 所以那样的一个点位 在最近的时间 是基本上不可能再次回去的 最起码在一年之内 应该是几乎没有可能性 除非美联储正式的回到加息的行情 黄金正式见底 那么黄金才有可能见底回升 那么接下来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也是会影响未来的通胀预期 就是WTR目前原油价格日内跌幅达到百分之二 目前是从62美元跌到了60.23 波伦特原油目前下跌1.49% 那么从远期来看 如果在三月份在中东沙特那边 他们的整个会议当中 不能够把之前额外减产的每天100万桶 原油产量给他补回来 在四月份欧佩克加的会议上面 不能够把整个的欧佩克组织当中 这些现场的措施给他周布的放松 给他取消掉的话 那么原油市场的价格很可能还会继续的走高 如果WTR达到65美元 波伦特原油达到70美元的话 那么美国十年期国债还会进一步走高 美国的远期通胀还会进一步走高 那么美国很可能还会进一步的会呈现 比上面两周更大的压力 那么估值成功的这种概率 应该还会再次的凸显 这种压力会非常非常的明显 那么大家一定要看到 如果中东俄罗斯那边 能够进一步的 把他们的增产给他提倡日程 把目前的原油价格给他稳定下来 稳定在60美元的下方的话 那么美股未来还是有一段时间 可以继续的玩一玩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在个股方面 今天有哪些个股的表现 直到大家关注 特别是在盘后 尼尔公布了他的本纪录财报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个股 今天个股 还是随着大盘蓝筹科技股 有一波反弹 目前的苹果公司上涨5% 是今天拉动SP500和纳斯达克上涨的主要动力 继续推到稳步的推进作用 那么大盘股大台 小盘股唱戏的美好行情 才能够再次回到人们的眼帘当中来 那么特斯拉在前面几次下跌当中 多次回踩660美元 那么今天可以看到 特斯拉也是站稳了660 目前已经是继续向上突破710美元 特斯拉在12月18号纳入SP500当天 很多被动指数基金 也是超量的买入1000多亿特斯拉 当天的整个平均成本 大概是在691美元 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特斯拉 不一定是以当时的整个被动指数基金 它的成本来作为一个基准线 目前是在660美元 能够看到有一波起稳的迹象 如果特斯拉近期进一步的回跌至660 并且能够多次站稳的话 那么就可以短期确定 特斯拉660这样一个点位 应该是能够得到一波有效的支撑 那么只要能够站上660 前面上方的压力 就是应该在750到780 这样一个点位区间 好 那么节目的最后 重点来看一下中国电动车三傻 特别是Neo未来汽车 盘后发表的2020年Q4记录财报 首先是理想汽车 今天盘中目前的收盘上涨1.93% 报价在25.86% 盘后下跌1% 小鹏汽车今天收盘上涨4.08% 目前是报价在35.5% 盘后下跌1.58% Neo未来汽车今天收盘上涨8.69% 目前报价49.76% 随着盘后财报发布 一度是超跌5% 截止八戒发稿的时候 Neo未来汽车目前是下跌3.64% 目前报价是在47.95美元 那么一起看一下 Neo未来汽车2020年Q4记录财报 第四季度财报呢 摊薄下来每股亏损 大概是在0.14美元 超过分析师预计的每股亏损 0.07 目前Q4季度的净亏损 大概是0.12亿美元 也是超出了分析师的预计 那么未来汽车四季度 一共交付了17353辆 对于目前2021年QE的交付量 预计是在2万辆到20500辆 那么Neo在未来的一两个月 会不会回到67美元的上方呢 能够市值重回1000亿美金 这一定还是要看整个大盘的行情 如果大盘在最近一到两周的时间 能够成交量有效的放大 突破之前平均每日的成交量 并且是用能够继续放大10%的成交量 而且是能够站稳最近的20日 或者是10日均线的话 那么未来汽车 包括一些成长股的个股方面 他们整个的股价 才能够得到有效的支撑 能够继续回到多头排列的期间 如果会继续呈现 像上周一样的又多行情 整个个股仅仅只是昙花一现 反弹力的不足 而且整个成交没有有效性的放大的话 那么不仅仅是未来汽车 其他在美股当中很多的成长股 都会有进一步的继续回到上周二 或者是上周四那波底部区间 进行二次或者是三次探底行情 那么就要等待美联储和1.9万亿输控反 能够带来巨大性的一些利好释放 这是未来美股能够继续上扬的一个 根本性的政策层面 一个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的支柱 那么在电动车三少当中 八戒作为看好的 应该还是当属小鹏汽车 目前小鹏汽车整个流通市值 也就是在140亿美金左右 而且小鹏汽车 它也是属于纯电动的 它整个汽车的价格 还是比较的便宜 从十几万到二十几万的汽车 也是比较符合 目前跟特斯拉的竞争行情 跟Model 3跟Model 1 都是有一番竞争的潜力 而理想汽车 它整个的理想1的价格 还是在33万人民币以上 那么蔚来汽车整个汽车的平均售价 都是在42万元人民币左右 所以这两家公司 八戒认为 从整个这样一个消费群体来看 不能够覆盖更多的 不能够覆盖更加广泛的群体的话 那么蔚来他们的产量 他们的销量 他们的交付量 应该的上面的天花板 是比较明显的 这三家公司对比来看 从他们的车型 从他们的整个产品定价 蔚来自动驾驶 包括软硬件的整个的整合程度 八戒认为 小鹏汽车 从他目前的市值估值来看 应该还算比较合理 如果能够进一步跌回30美元 甚至是能够跌破30美元 小鹏汽车 在短期之内 是有一波建仓的行情所在 那么理想和蔚来 八戒认为 应该是逢高减仓 好那么以上就是八戒 对于目前中概股 电动车三傻包括蔚来汽车 目前发布的财报 以及蔚来行情那些分析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 大凡想要站稳它 蔚来几个交易室 一定要放量上涨 这是必不可扯的 如果继续缩量上涨 或者是缩量盘整的话 那么就是可能会发生 进一步的诱多行情 正当下行 也是不可避免的会再次出现 大家要看蔚来八戒之前 所介绍的这两个政策性的因素 是非常非常至关重要的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如果有想跟八戒 进一步交代沟通讨论学伙伴 可以在底下评论区评论 或者是给八戒私信 喜欢八戒的朋友的信 点赞评论关注 友谊的朋友的信 订阅点赞评论关注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 好谢谢大家